正义剑早年音在古惑仔系列电影中扮演陈浩南一角要被大家熟知,因为拥有帅气长相,所以让他的长发造型也受到大家追捧,还被很多人评为唯一长发好看的男子。 10月4日是正义剑51岁生日,他晚间在微博晒出一段好友,为自己庆祝生日的视频,场面非常热闹,正义剑写道,多谢大家祝福,我的生日愿望,感谢我身边一般好朋友。 多谢,视频中正义剑身着黑色短袖T恤,仍是经典的长发造型,虽然已经51岁,但是正义剑依旧保持着当年的状态,与年轻的时候相比。 如今的他更有男人美,颜值更是不说当年的陈浩南,面对朋友们送上的生日蛋糕,正义剑还开心卖起了懵,真是非常可爱的男神了。 再配合好友们表演吹蜡烛的时候,也是相当顽皮,能和如此多好友一起庆祝生日,正义剑全程也表现得相当开心,最后也不忘先感谢好友,再许愿吹蜡烛,虽然现在正义剑的作品不是很多,但是他曾经的许多歌曲和影视作品,早已成为大家心中的经典。 除了古惑在中的陈浩南,风云雄霸天下中的聂风,对大家来说印象也是相当深刻,以及中华英雄,我老婆未满十八岁,蜀山传等影视作品都有很好的口碑,如今曾经带给大家无数美好回忆的偶像男神已经越来越成熟,越来越有男人美。 颜值,却依旧不输当年,让人不得不感叹和羡慕呀,当然,也祝正一件生日快乐,青春涌出我。